下面继续来讲解竣工结算 竣工结算发生的时间是 完工后竣工验收合格 发承包双方对合同价款进行计算 调整和确认的过程 竣工结算的分类分为 单位工程竣工结算 单项工程还有建设项目 竣工总结算 大家要掌握的是 竣工结算文件谁来编制呢 谁要钱谁来编制 由承包人编制 承包人需要在约定时间内 完成结算文件的编制 并提交给发包人 如果承包人没有在约定的时间内完成 而且也没有提出 一个适当的延期的理由 发包人催告 承包人还是不提交 或者是发包人催告 他置之不理不答复 那这种情况下 发包人是有权根据 已有的资料来编制竣工结算文件 作为办理竣工结算 支付结算价款的依据 那因为承包人的不作为 才由发包人去编制 竣工结算文件 所以此时发包人编制的 承包人应该予认可 这是关于谁编制 在规定时间内提交 承包人依据什么来编制 竣工结算文件呢 我们主要讲的是清单计价 那一定要依据清单计价规范 要依据合同 另外在施工过程当中 双方确认的两部分 一个是确认的量 根据量来计算的 结算合同价款 还有是已确认的追加或减少的合同价款 竣工结算要依据设计文件 注意第六条基准确 依据投标文件 而不是招标文件 下面来讲解工程竣工结算的计价原则 我们主要是按照清单计价的方式来计价 所以就讲清单计价方式下的计价原则 总结一句话 按约定规定算 发生调整的就以双方确认的金额调整 我们所讲的各种费用项目 分母分项工程费 措尔丧费 其他项目费 都是可以调整的 那只要双方确认 这里大家注意 比较常规的一种出题干扰方式会说 什么什么费用 比如说会说安全文明施工费不得调整 总价措尔丧费不得调整 能不能调 都能调 首先是单价项目 单价项目是分部分项工程费和单价措尔丧费 单价项目计算是用双方确认的工程量 乘以以标价工程量清单的综合单价 那如果发生调整 就按照双方确认的综合单价进行计算 发生调整 以双方确认的金额调整 但是要强调的是 综合单价当中考虑的风险是承包人承担的 只有风险超过承包人承担的范围的时候 才会对综合单价进行调整 如果在风险范围内 这个时候综合单价是不变的 总价措尔丧目 要单独强调谁 要单独强调安全文明施工费 必须按规定算 发生调整 据实调整 而其他的总价措尔丧目费 按合同约定的金额和项目来算 继续其他项目费 其他项目费包括 记日工 暂列金额 暂估价 总承包 服务费 其中 记日工就按照 发包人实际签证确认的事项来算 按照发包人确认的 记日工的量 乘以投标人自己报的 记日工的综合单价 暂估价按规定算 我们在第一节讲过 分为必须招标的和非必须招标的 那如何进行暂估价的替换和调整 总承包服务费 依据合同约定进行计算 暂列金额 减据 价款调整 调整的包括索赔 建厂签证 这些都从暂列金额当中扣 那暂列金额 如果余额归谁呢 如果余额这个是重点 暂列金额归发包人所有 如果剩下了归发包人 索赔 现场签证都从暂列金额当中列之 那这两项如何计算呢 注意都是双方确认 索赔费用依据双方确认的事项金额算 现场签证也是双方签证资料当中 确认的金额来算 规费和税金和安全文明施工费一样 按规定来算 接下来我们再来讲 按照计价方式 我们可以将合同分为 总价合同 单价合同 还有成本价筹金 我们就讲单价和总价 总价合同 在合同总价的基础之上 只有对约定调整的内容 及超过约定范围的风险因素 才会对总价合同进行调整 如果没有超过双方约定风险范围 总价是不变的 而单价合同呢 单价合同依然是在合同约定的 风险范围内综合单价 应该固定不变 按照合同约定计量 按照实际完成的量 这个实际完成的量一定是 法报人确认的量 另外还有一些 双方在实施过程当中 已经确认的工程计量结果和合同价款 已经确认的 在施工过程当中确认的 那就可以直接进入我们竣工 验收合格之后的结算当中 竣工结算文件 承包人编制 那应该谁来审核呢 审核的角色 是大家要掌握的考点 分为两类 第一类国有资金投资的工程的发包人 那有规定 国有资金投资的建设项目 竣工结算 承包人编制 发包人要委托 工程造价咨询机构进行审核 而非国有资金投资工程的发包人 发包人自己审就可以 并没有强制规定 必须委托造价咨询机构 只有在双方 有意义没有达成 协商一致的情况下 再来委托造价咨询机构进行审核 那我们来看 国有资金投资工程的发包人 委托工程造价咨询机构审核 由造价咨询机构出具审核意见 造价咨询机构需要在规定时间内 完成审核 向承包人提出审核意见 如果承包人提交的 竣工结算文件 发包人预期没有答复 那就按照合同约定 来进后续的处理 如果没有约定的 那就认为承包人的竣工结算文件 视为认可了 下面我们来讲解 造价咨询机构审核 竣工结算的流程 如果核对的结论和承包人 提交的竣工结算文件不一致 那应该将它复合后的结论 提交给承包人复合 那承包人就应该 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复合 对于承包人完成复合 就两种情况 一种是承包人同意 造价咨询机构的结论 另外一种是不同意 如果没有疑意 双方就签字确认 竣工结算办理完毕 那如果有意 再返回造价咨询机构 再次复合 这是正常的流程 那如果承包人收到了 造价咨询机构的 复合结论之后 预期没有提出数面一 就视为认可了 造价咨询机构的核对结论 那如果工程造价咨询机构 再次复合 双方还有意义的时候 这种情况下 可以先针对没有意义的部分 办理不完全竣工结算 有意的部分 再按照纠纷的处理 先协商 那协商不成 再按照争议来处理 工程竣工结算文件 双方签字确认 就作为工程结算的依据了 未经对方同意 另外一方是不得就 以生效的竣工结算文件 再来委托工程造价咨询企业 进行重复复合 第三个内容是在结算的时候 有质量争议该怎么办 这里我们要分为两种情况来考虑 一种情况是按合同约定 办理结算 另外一种是去解决争议 那什么样的情况下 能按合同约定办理结算呢 三点 大家把这三点掌握 第一个 如果已经竣工验收 那就按照施工阶段结束 就进入到了使用阶段 还有一种情况是 已经竣工没验收 但是这个工程 已经实际投入使用了 那已经在使用当中了 也按照进入了使用阶段 如果在使用阶段 有质量争议 按照什么来处理 使用阶段进入到保修期 完工之后 那刚进入到使用阶段 一定在保修期内 所以这种情况下 就按照保修合同 去解决质量争议 双方可以按合同约定 办理竣工结算 那如果是 以竣工没有验收 而且也没有投入使用 那表示 这个项目 这个工程还处在施工阶段呢 以及停工停建的工程 也还在施工阶段 那我们就不能按照保修合同执行了 只能在施工阶段去解决这个争议 有争议的部分的解决办法有两种 一种是委托有资质的检测鉴定机构 让他来做检测 那就根据检测结果 看看是哪一方的责任 再来确定解决方案 另外一种处理 是按照质量监督机构的处理决定 执行后 办理竣工结算 这是有争议的 那无争议的部分 可以先按合同约定 办理竣工结算 那讲完之后 我们总结一下 可以按合同约定 办理竣工结算的 有几种情况 有三种情况 前两种情况 都按照已经处在 使用阶段 使用过程当中 以竣工验收 或者虽然没验收 投入使用 另外就是没有争议的 按合同约定 办理结算 还在施工阶段的 那我们就只能按照 施工阶段当中的 争议处理方式 来看19年的这道单选题 编制竣工结算文件时 应按国家省级或行业 建设主管部门 规定计价的是哪一个 A 劳动保险费 B 总承包服务费 C 安全文明施工费 D 现场签证费 哪一个需要按国家规定 按国家规定的 就是安全文明施工费 规费和税金 所以正确答案选的是 C 选项 再来看18年的这道单选题 工程量清单计价项目 采用单价合同的 工程竣工结算编制中 一般不允许调整的事 A 分不分项工程的清单数量 这个就是据实结算 按照实际完成的 发报上确认的 可以调 B 安全文明施工费的清单总额 据实调整 C 以标价工程量清单综合单价 综合单价在约定风险范围内调吗 不调 只有超过约定风险范围才能调 所以一般不允许调整的 我们选择是C选项 综合单价 而D 总承包服务费清单总额 也是按合同约定来进行计算 发生调整 就按照双方确认的金额去调 所以本题一般不允许调整的 是在风险范围内的这个综合单价 正确答案选C选项 其他的清单数量 按实际的 那安全文明施工费 总承包服务费等发生调整 按照确认的调整金额调 再来看20年和18年的考题 关于政府投资项目 竣工结算的审核下流说法 正确的是 A 单位工程竣工 结算由承包人审核 B 单项工程竣工结算 由承包人审核 C 建设项目竣工总结算 由发报人委托造价工程师审核 D 竣工结算文件 由发报人委托 具有相资质等 工程造价咨询机构审核 提干已经明确了 是政府投资项目 由发报人委托 造价咨询机构 所以正确大家选的是 D 选项 我们再来看17年的一个多选题 关于工程竣工结算的 计价原则 下列说法 正确的是什么 A 既日工按发报人实际签证确认的事项计算 对不对 完全正确 B 总承包服务费应依据合同约定的金额计算 不得调整 按规定按约定条 不得调整错了 C 再列金额应减去工程价款 调整金额计算 余额规 发报人 正确 D 规费和税金 应按照国家或省级行业主管部门规定的计算 也是对的 E 总价措尔萨姆 应依据合同约定的项目和金额计算 不得调整 我们讲的各种费用项目 不存在不得调整的 只是综合单价在风险范围内不调超过了财条 所以这里说不得调整的都错了 再来看17年的这道多选 发报人对工程质量有意义 竣工结算仍应按合同约定办理的情形有 按合同约定办理一定是 施工阶段完成进入到使用阶段 那我们办理结算 在使用阶段的质量争议按保修合同去执行 三种情况可以按合同约定办理 A 已经竣工验收 那表示施工阶段结束进入到使用阶段 正确 B 工程已竣工未验收 但实际投入使用了在使用阶段 按合同约定办理结算 C 工程已竣工未验收 且未实际投入使用 还在施工阶段 那要去解决这个争议 不能按合同约定办理结算 B 工程庭建对无质量争议的部分 无质量争议的部分 按合同约定办理结算 那工程庭建有质量争议的 按照质量争议去解决 如何解决两种方式 一种是委托质量检测机构鉴定 根据鉴定结果再去处理 另外是根据质量监督机构的处理的结论去处理 下面来讲解 竣工结算款的支付 首先还是承包人去提交竣工结算款支付申请 然后发包人签发竣工结算支付证书 竣工结算支付证书签发之后 在规定时间内向承包人支付结算款 如果发包人不按时支付结算款 承包人首先是先催告 并且有权获得预期付款的利息 如果催告后发包人还是不支付 承包人的做法 协商将该工程折价 也可直接向法院申请将该工程依法拍卖 承包人就折价的价款 依法拍卖的价款可以优先受场 这里要求大家掌握的是 如果催告之后发包人还是不支付的话 那承包人可以怎样做 那第一个能获得利息 然后第二个一定是协商 还有向法院申请拍卖 不能自己就折价出售 自己拍卖不可以 接下来再来掌握一个点 是承包人提交竣工结算支付申请 这个申请都包括哪些内容呢 第一个要说明竣工结算合同总额 然后再减去已经实际支付的合同价款 然后再减去如果在竣工结算时扣这样保证金 再减去应该扣留的这样保证金 那剩余的是在结算当中 发包人应支付给承包人的竣工结算款额 这个是竣工结算款支付的计算式子 这个式子大家要掌握 按例分析经常会考 下面来看这道多选题 发包人未按规定程序支付竣工结算款的 承包人可以怎样 A 催发包人支付对不对正确 B 获得延迟支付利息的权利正确 C 直接将工程折价 可以直接折价吗 应该协商和发包人协商 直接将工程拍卖 应该向法院申请拍卖 承包人不能自己直接拍卖 就工程拍卖价款 获得优先收藏权 这个是正确的 选择ABE三个选项 接下来我们来讲解 合同解除的价款结算与支付 合同解除呢 可能是由于不可抗力导致的合同解除 也可能是由于承包人或发包人违约 而导致合同解除 那合同解除之后 哪些费用由发包人承担 哪些由承包人承担呢 我们先来讲不可抗力 在第五章第一节我们有讲不可抗力 那在施工过程当中 如果发生不可抗力 工期顺延 承包人只承担自身的人员伤亡 机械设备的损失 还有停工损失 其他的都由发包人来承担 但是如果因为发生不可抗力 导致合同解除了 我们记一个小技巧 发包人最倒霉 这个倒霉加个引号啊 帮助大家来理解记忆的 为什么说发包人最倒霉呢 因为合情合理的费用 都应该由发包人来承担 比如第一条 合同解除之日 已经完成尚未支付的合同价款 那承包人干完活你要给钱 第二个 合同当中约定应该由发包人承担的 那发包人依然要承担 第三条 已实施或部分实施的 错尔萨姆应付款项 也是干完活要给钱 需要重点来记一记的是 第四条和第五条 如果在发生不可抗力之前 承包人已经订购了一些材料设备 比如说已经花了一百万 买了一些材料设备 但是发生不可抗力的时候 材料设备还没有运到施工现场 那没有因为不可抗力而产生损失 那这一百万承包人是因为工程 而实现买的一些材料订购的设备 那如果承包人将这一百万材料设备交给发包人 发包人就应该承担这笔费用 那发包人应该向承包人支付这一百万 那支付之后材料设备就变成谁的财产了 就变为发包人的财产 那如果承包人买完了这个材料设备一百万 他想据为己有 不想给发包人 还想要这一百万 可能吗 不可能 不可能给他钱 然后再来看第五条 承包人撮离现场所需要的合理费用 员工前送费 临时工程拆除 以及设备 施工设备要运离现场的这些费用 都由发包人来承担 承包人不承担这些损失 所以我们这样即发包人最倒霉 合情合理的费用都由发包人来承担 还包括如果承包人为完成合同工程 预期开支的任何合理费用 就提前花的 都是合情合理的 而且也没有包含在发包人支付给承包人的 其他款项里 言外之意就这笔钱 任何开支的合理费用 发包人还没给呢 发包人也要给 接下来再来看最后一条 最后一条是说 当发包人应扣除的金额超过了应支付的 如果前面这些都算是发包人要支付的 要支付的呢 一共达到了发包人要给承包人 160万 但是在开工之前 发包人提前支付给承包人预付款 因为不可抗力导致合同要解除 还有200万的预付款 没有从承包人的进度款当中扣回呢 那此时剩余的这预付款 发包人是不是要收回来 要收回来 那发包人要收回200万 要给承包人160万 是不是这个差额 那差这差额40万 这40万应该是承包人给发包人的 承包人要在多长时间内给呢 承包人要在合同解除后的56天内 将差额退还给发包人 这是不可抗力导致的合同解除价款结算 下面我们再来看发包人或承包人违约 导致合同解除 如果承包人违约了 那发包人就暂停支付价款 然后发包人要在合同解除后 规定时间内来核算 以完的价款 运到现场的材料设备 以及因为承包人的违约 给发包人带来的损失的金额 然后将结果通知承包人 然后双方要在规定时间内 确认提出意见 办理结算 依然是发包人要扣除的金额 超过支付的 那承包人在合同解除后 也是规定时间内 把这个钱退还给发包人 那如果发包人违约导致合同解除呢 那发包人要支付各项款项给承包人 就类似于我们刚刚讲的 不可抗力解除的规定 导致承包人的损失 发包人要承担 那发包人核算 要支付的违约金造成损失 或损害的索赔费用 发包人来核算要支付的 承包人提出 然后发包人核实后 与承包人协商确定后 在规定时间内 向承包人来签发支付证书 规定时间内 那将应该支付给承包人的款项 支付给承包人 这是双方都能达成一致 正常的一个处理程序 如果都不能达成一致 就按照合同约定的争议解决方式 去处理 下面我们来看 20年的这道单选题 因承包人原因解除合同的 承包人有权要求 发包人支付什么 A 承包人 人员遣送费 这个费用应该由 承包人自己承担 因为是他原因导致解除 临时工程拆除费 自己承担 施工设备运离现场费 也自己承担 那只是合同解除之前 干完活的 以完措施费 发包人来承担 所以正确大家选的是 D选项 再来看 18年的单选题 应不可抗力解除合同的 发包人不应向 承包人支付的费用是 A 临时工程拆除费 发包人承担 B 承包人未交付的材料货款 承包人未交付的 那发包人就不给 所以这道题 这个是发包人 不应该支付的 已实施的 措尔塞姆应付价款 要给 承包人施工设备 运离现场的 这个也由发包人来承担 所以发包人 不向承包人支付的 就是B选项 那承包人要交付 发包人 就把这个材料设备的款项 给承包人 承包人不交付 想据为己有 那发包人 当然不给他钱了 下面来讲 第四个知识点 质量保证金的处理 首先我们先来学习一个概念 这个概念是缺陷责任期 缺陷责任期呢 是指承包人按照合同约定 要承担缺陷修复义务 而且是发包人预留 质量保证金的这个期限 这里有一个解释说 已经缴纳履约保证金的除外 这句话的意思是 如果双方约定履约保证金的 这个有效期 要覆盖缺陷责任期 那这种情况就不能再同时 扣留质量保证金了 那如果约约保证金 它的有效期就到 工程介入证书颁发 那此时在竣工结算的时候 再来扣留质量保证金 缺陷责任期从哪里起算呢 缺陷责任期从工程 通过竣工验收支起计算 哪一天是通过竣工验收支啊 通过竣工验收支是指发包人组织 勘查设计施工单位 各参见方一起进行竣工验收 那各参见方都在竣工验收单上签字 认为工程质量是符合合同约定 符合设计符合标准规范要求了 各方都认为工程质量合格了 签字的这一天是通过竣工验收支 可以理解为各参见方 自己认为合格的这一天 为缺陷责任期的起算 那不能自己认为合格就投入实用了 后续还要由政府相关的部门 比如公安、消防、环保部门 来对这个项目进行验收 那政府部门验收也达标了 才能投入到使用阶段 缺陷责任期一般是一年 最长不超过两年 如果因为承包人原因导致 无法按合同约定期限内进行验收 那就按照实际通过竣工验收之日 还有一种情况 承包人提出了竣工验收申请 发包人迟迟不来进行验收 那这种情况下 一直没有办法来起算缺陷责任期 那承包人就一直要承担这个缺陷责任 那这样不妥 那该如何确定缺陷责任期呢 现在是发包人违约 那我们要站在有利于承包人的角度 就按照承包人提交竣工验收报告 就承包人提出竣工验收申请报告的这个时间 那90天后自动进入缺陷责任期了 所以大家要掌握这个90天后 第二个内容是质量保证金的预留及返还 那在缺陷责任期内的质量缺陷 承包人也都完成了修复 缺陷责任期满 缺陷也都修复完了 如果有剩余的质量保证金 发包人要退还给承包人 那我们先来掌握 质量保证金应该扣多少呢 不得高于价款结算总额的3% 这里大家注意两个细节 第一个是结算总额不是签约合同价 是3%的百分比不是其他 如果承包人是用银行保函代替质量保证金 那保函的金额也是不得高于工程价款 结算总额的3%的 在工程项目竣工前已经缴纳履约保证金的 发包人不得同时预留工程质量保证金 怎么理解这句话 如果在签订合同前 发包人已经要求中标人提交履约保证金了 而且这个履约保证金的有效期 要到工程接受证书颁发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发包人不能再在进度款当中扣质量保证金 也就是说发包人要求承包人提供的工程质量担保 只能有一项 不能要求同样作用的担保 要求承包人提供多重担保 下面这句话也是这个意思 采用工程质量保证担保 或者是工程质量保险等其他方式的 发包人也不得再预留质量保证金 就即担保只能一项不能多重担保 第二个小顶是质量保证金的使用 谁来管呢 第一类是实行国库集中支付的政府投资项目 只要大家做题的时候看到这个钱 就是说实行国库集中支付 那它都是按照国库集中支付的有关规定来执行 其他政府投资的项目 那扣承包人的这个质量保证金可以留在哪呢 两个地方都可以 可以留在财政部或发包方 如果发包方撤销的 那保证金可以随交付使用资产 一并移交使用单位 由使用单位代行发包人的职责 这是除了国库集中支付以外的 其他的政府投资的项目 而社会投资项目如何处理啊 那可将质量保证金交到金融机构托管 接下来是质量保证金的使用 这个使用呢 不要看教材当中 和我们表格当中阐述的内容比较多啊 大家只记一句话 承包商只承担自身原因 导致质量缺陷的维修和鉴定的费用 非他原因的 比如使用方导致的客观原因导致的 都有发包人负责维修 那发包人负责维修 那承包人是不承担任何费用的 发包人不能从质量保证金当中去扣除 他要负责维修的所产生的费用 那承包人的只承担自己的 承包人负责维修 承担鉴定维修费 如果承包人原因导致的质量缺陷 承包人不维修也不承担相应的费用 那发包人就可以从质量保证金或保含当中扣除 如果质量保证金保含的金额不够 那超过的部分 发包人可以向承包人索赔 然后再注意这句话 承包人维修并承担相应费用后 那承包人依然要承担的质量责任 还要承担 不能免除对工程损失的赔偿责任 如果导致发包人的损失 那承包人还要赔偿 下面来讲 第三点 质量保证金的返还 缺陷责任期终止之后 有剩余的质量保证金 那承包人要向发包人提出 返还质量保证金的申请 在这里大家要注意这个程序当中 设计的时间 看黑板上你看到都是多少天 都是14天 所以大家就记 质量保证金返还程序当中的时间 都是14天 发包人收到了承包人返还的申请 14天内核实 没有一亿 按照约定好的时间返还 如果对返还期限没有约定 约定不明 那发包人就应该何时候 14天内返还 预期未还的承担违约责任 那如果发包人收到承包人的申请 14天内 置之不理不予答复 承包人催告 催告后还是不答复 那就视同认可了 承包人的返还质量保证金的申请 要点说完了来做考题 根据建设工程质量保证金管理办法 这样保证金总预留比例不得高于工程价款结算总额的多少呢 直接选正确答案吧 3% C选项 关于工程质量保证金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A 这样保证金总预留比例不得高于签约合同价的3% 对吗 哪里错了 这是错了 是不是 应该是工程价款结算总额的 不是计划的签约合同价 而实际的结算总额 B 已经缴纳履约保证金 不得在同时预留质量保证金 正确 C 采用工程质量保证担保的 预留质量保证金不得高于合同价的2% 如果已经采用工程质量保证担保或者是工程质量保险等方式 不得在同时预留质量保证金了 D 质量保证金返还的期限一般是两年 质量保证金返还对应的期限就是缺陷责任期 缺陷责任期一般是一年 最长不超过两年 所以这里一般是两年错了 正确答案B选项 再来练一个 关于这样保证金的使用及返还下流说法 正确的是 A 不实行国库集中支付的政府投资项目 保证金可以预留在财政部门 对不对 对 那还可以留在哪呢 可以预留在财政部门或发包方 B 采用工程质量保证担保的 发包人仍可预留3%的保证金 可以吗 不可以了 担保只能有一项 C 非承包人责任的缺陷 承包人仍有缺陷修复义务 有这义务吗 没有 D 发包人在街道 承包人返还质量保证金申请后 应于28天内会同承包人按照合同约定内容做核实 14天 所以这道题正确的选择的是A选项 算钱的最后一个环节 最终结清 什么时候最终结清呢 缺陷责任期终止之后 全部工作完成合格来结清全部款项 那结清的这个全部款项 也就是对剩余质量保证金的结算 最终结清这里 掌握两个点 第一个 程序 第二个 有关索赔所强调的一个终止期限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程序题 首先是缺陷责任期终止的 发包人迁发完缺陷责任 证书后 那承包人才能提交最终结清支付申请 大家注意我们在最终结清当中 这里的申请啊 还有各类的迁发支付证书 都要带最终俩字 就最后一个环节了 承包人提交最终结清支付申请 发包人来核实 如果发包人核实 认为这个申请资料缺失 那会有异议 有权要求承包人修正补充资料 那承包人修正补充之后再提交 发包人要在规定时间内核实 核实没问题了 签发依然是最终支付证书 如果发包人没有核实 也没有提出意见 就视为认可了承包人的这个申请 签发最终支付证书之后 再在规定时间内最终结清付款 如果发包人没有按规定时间 最终结清付款 依然是承包人先催告 并且有权获得延期付款的利息 这第一个一定要注意这个排序题顺序 再来看这里关于索赔 索赔呢有两个分界线 我们前面也讲索赔一定有时效性 不能你什么时候想起来 哎呦我什么时候想起来这件事 想索赔就索赔 那这种大家想 这种纠纷扯屁就会太多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索赔一定要有个时效性 第一个强调索赔的一个中指是 竣工验收合格之后 发包人会颁发工程接收证书 工程接收证书颁发后 工程的照管责任就由承包人转移到发包人了 是对工程竣工验收合格质量的认可 现在工程接收证书颁发 就证明发包人认可了工程质量 竣工验收是合格的 那质量合格接下来再来支付价款 进行竣工结算价款的一个支付 承包人提出申请 发包人签发 结算支付证书 如果承包人接受了 结算支付证书 这是竣工结算支付证书 注意就无权再提出 工程接收证书之前的索赔了 这是索赔的一个中指 对工程质量竣工的质量已经认可了 对钱也认可了 那就不能再提出接收证书颁发钱的任何索赔了 如果承包人接受了竣工结算支付证书 应被认为已无权再提出合格工程接收证书颁发钱 所发生的任何索赔 如果工程接收证书颁发是8月1号 那在8月20号 承包人接受了竣工结算支付证书 那突然8月21号 承包人忽然想起来 在7月5号发生了一件什么什么事 我还没提出索赔呢 还能提出索赔吗 不可以了 这是第一个索赔的终止 那接下来到了缺陷责任期满 双方要进行最终结清了 也是承包人提出申请 8包人签发最终支付证书 如果承包人接受了这个最终支付证书之后 双方的债权债务彻底结清 索赔期限彻底终止 换一句话来说 承包人接受最终支付证书 就不能再提出我们合同工程的任何索赔了 对不对 那再引申出另外一个问题 承包人提出最终结清申请当中的索赔期限 起点在哪里 是不是起点一定是工程接受证书颁发之后的 他还可以提出索赔之前的就不可以了 好了最终结清的关于索赔的要点 我们就讲到这 最终结清时 如果承包人被扣留的质量保装价不足以抵减工程 修复费用 那这部分就由承包人承担的这部分的补偿责任 如果最终结清涉及政府投资的 就按照国库集中支付的规定和专用条款约定来办理 承包人有意义的就按照争议的解决方式 来看20年的这道单选题 承包人按合同接受竣工结算支付证书 看到这个证书你一定看是结算还是最终 这是竣工结算支付证书 是竣工验收合格 工程接收证书颁发 那竣工验收合格 承包人在提出竣工结算申请 发包人审核 没问题签发竣工结算支付证书 可以认为承包人已无权要求 什么证书颁发前发生的工程变更了 那工程变更不是也是可以走索赔 那进行变更费用的索赔 A 合同工程接收证书 B 质量保证金返还证书 C 确件责任期终止证书 D 最终支付证书 哪一个 现在是竣工结算支付证书接受了 那此时就无权再提出 合同工程接收证书 因为竣工验收合格 发包人颁发工程接收证书 那工程的照管由承包人 转移到发包人哪里了 选A 19年的考题 发包人收到承包人提交的 最终结清申请单 并在规定时间内 予以合适后 向承包人签发什么 A 工程接收证书 B 竣工结算支付证书 C 缺陷责任期终止证书 B 最终支付证书 在最终结清环节 这个证书一定要最终俩字 那发包人要签发的是最终支付证书 承包人找你要钱的申请 那你签发的一定是最终支付证书 看到最终找最终 这是最终结清 那发包人签发的注意 是最终支付证书 咱们来看17年的单选题 关于建设项目最终结清阶段 承包人索赔的权利和期限 下来说法当中正确的是 A 承包人接受竣工结算支付证书后 再无权提出任何索赔 对吗 再无权提出索赔 应该有一个分界线 什么时候无权提出任何索赔 是接受最终支付证书 那这个时候索赔权限才终止 而如果是接受了竣工结算支付证书 无权提出的是工程接收证书前颁发的 而并不是任何 必承包人只能提出工程接收证书颁发前的索赔 我们在最终结清阶段 是可以提出工程接收证书颁发后的 而证书颁发前的不对 C 承包人提出索赔的期限制 缺陷责任期满是终止 不对 承包人提出索赔的期限制 接受最终支付证书是终止 这是索赔期限终止的时点 所以正确答案选择是D选项 再来看16年的这道题 建设工程最终结清的工作事项和时间节点 包括 1.提交最终结清申请单 2.签发最终结清支付证书 3.签发缺陷责任期终止证书 4.最终结清付款 5.缺陷责任期终止 按时间先后顺序排列正确的是 我们从选项入手 3.签发缺陷责任期终止证书 4.最终结清付款 5.缺陷责任期终止 哪个在最后 一定是4.在最后 因为我们最终结清的工作环节 那就是4.在最后 最终付款在最后 再来比较 1.和5 1.提交最终结清申请单 5.缺陷责任期终止 应该是先缺陷责任期终止 然后签发缺陷责任期终止证书 接下来承包人提交最终结清申请单 然后发包人签发最终结清支付证书 在规定时间内最终结清付款 所以这要题正确答案 我们选择的应该是 A选项53.124 存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